36岁郑鑫怡Joyce近年事业得意 而感情亦有着落 郑鑫在乐坛成绩亮丽 上乐她分别在港台时大中文 曲颁奖音乐会首夺最优秀流行女歌手大奖 及VU TV Chir Club 借榜年度推荐23分之22零装年度女歌手金奖 连夺两个奖 可惜郑鑫怡一连两碗以身体抱恙为由缺席 有亲身去领奖 郑鑫怡缺席两大颁奖里程为热 她除去透露病况 连夺两个大奖的她更未有在 交平台公开感言 事实上 翻看鑫怡社交平台 对一次更新已经是4月26日贴出与发型师Benjamin的合照 就5月30日生日的她亦没有上水 郑鑫怡突然失踪近两个月全面停工 有传郑鑫纽迹经理人公司都联络不上 她更指她爱情至上 挂注拍拖 才不肯接工作 据知 郑鑫怡的新男友Derek是一位英国留学的逐生子 现为花店老板 比郑鑫怡大三年 二人 同是爱狗之人 今年情人节 郑鑫怡在Derek的花店门前打卡 早前又贴出挨着男士被挤的照片 兴奋放闪 而上周围 郑鑫怡生日期间 就被捕获与男友到东京旅行 同行还有发型师Benjamin做烟幕 不过郑鑫怡对这段感情非常保护 到现在都没有正面回应 星岛头条App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浏览精彩内容